大家好 我是Hidy 超慘 我去旅行的時候相機掉落水 所以後來成功能夠拍到影片 但收不到音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就會完全是昇華不同步 大家看不看到我的樣子 是超級殘 因為我跟家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嫩 跟團去柬埔寨 Morning Call是6點 我還要早起床去拍這個影片 大家不好意思 我的樣子是殘得不得了 我們不要看這個殘樣子 今天會有我完完全全的GET READY WITH ME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平時最喜歡用的日本去國質化妝水 很多條影片都說過 我放了小瓶去抹臉 這是我每天每天的第一個步驟 然後我也是帶了The Ordinary 這一枝去眼腫瓶 我發現平日用它很有效 但去到這些不夠睡 又要6點起床的時候 它都不是幫到我很多 只是擦很安心 這一枝是日本樂端集團記 給我試用的 一枝OAOA敏豆修護精華液 在香港用的時候我覺得它不夠力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水狀的 極度容易吸收 一塗上去就馬上吸收了 來到柬埔寨反而它是非常適合 完全是很控油 全天都很清爽 所以我會推薦給一些混合性肌膚 或者油性肌膚的人去用 就會很適合 然後這一枝是Caudalie的雪花面霜 其實是去年用剩的 因為冬天的時候我覺得它不夠力 所以夏天又拿出來用 都是覺得非常喜歡用 完全是不會黏黏 不會太過滋潤的 我們現在等待護膚品吸收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重點上推介這個化妝品 給大家認識的 這個Palette 你看上去是超可愛 圓桶型的 裡面內有乾坤 一打開裡面其實是什麼都有 有遮瑕膏 有胭脂 有眼影 還有唇膏 還有唇膏 而最神奇的是 旁邊這個蓋子一打開 倒出來 裡面有眼影掃 唇掃 還有一支眼線筆 眼線筆是它扭出來的那種 這一盒是一個啡色眼線筆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眼線筆 好像沒什麼特別 其實它後面是一個筆跑的 所以筆心永遠都可以保持這樣尖銳 一開始我就用了 Blessed Moon Palette裡面的遮瑕膏 做打底 其實它的遮瑕度不算高 基本上可能遮到我黑眼圈大約三成左右 但是它盛在打底夠滋潤 而且之後不會起光敏 之後我先上平日用的 MAYBELLINE遮瑕膏 因為在柬埔寨實在太過熱了 如果只用這個遮瑕膏 其實是會用得很交關 所以之前的打底步驟 相對來說變得很重要 之後我先上粉底 也是沒有新意的 又是Dior和Explorer這個組合 其實這三天我都測試到它的持久度 也是一樣非常之好 終於有一點新意了 這個NARS的旅行妝遮瑕膏 我最近都很喜歡用的 色號是Custard的顏色 用它的時候 真的會感受到 它好像奶油的那種質感 很棒 然後我會用一個碎粉 去定剛才眼底的遮瑕部分 沒錯 我帶了一盒HOUR GLASS的水粉 因為我不夠時間撿劫 所以沒空把它放進小盒子裡 直接整盒帶來了 好 底妝大致上完成了 之後就到滑眉的部分 眉粉和眉啫膏其實都沒有變過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可以去Info Bar看資料 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之後避影 我最近找到KATE的單色眼影 顏色號好像是39號色 它的顏色未夠偏灰 但尚算是自然的 所以這麼少考帶去旅行就非常適合 眼妝方面 我就用了Blesser Moon Palette 裡面的眼影膏做了一個打底 其實它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的顏色本身在我的皮膚上 是不漂亮的 但塗到眼上有淡淡的粉紅色 之後我都會蓋其他眼影 為什麼要塗這個打底膏呢 我覺得它的複著力非常之好 它可以令到之後的眼影更加持久 不會有直線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用 所以我自己都很推薦 你看到我用那個盤已經花了 其實如果皮膚夠白 剛才的粉紅色眼影已經很足夠了 但因為我比較健康膚色 我也是覺得要用香檳金的顏色 好像比較適合 所以我加了一層Case的單色眼影 色號是11號色 做整個眼皮蓋上去 其實這個眼妝就很持久了 再之後我會用Mimi的眼影盤 裡面的啡色做一個深邃感 因為就這樣用這些珠光色 其實眼睛都有點腫了 所以我自己就喜歡用一個啡色 在眼尾附近慢慢滑上去 記住由底開始大力 然後慢慢輕力掃上去 就做到一個層次感 不需要用很多工具 亦都不需要用很多不同的眼影 一個顏色已經做到這件事了 不要忘記畫下眼尾的三分一位置 這個小三角形是可以令眼睛放大很多的 然後我就用Blaster Moon Palette 把眼線筆拿出來來畫內眼線 其實我覺得這支眼線筆 畫出來是很滑的 你會看到每一條線都很順滑 但筆頭如果是眼皮膚上面 就有一點點硬 所以如果你畫全條眼線 我不會用它 但內眼線的話 我都會用它來勾畫 因為它的顏色顯色度剛剛好 不會太深 不會很容易出錯 所以可以先做一個打底 但如果想要一個比較銳利的線條 我都會用眼線去畫眼線 然後我會用Mimi的眼影盤 兩個最深色的啡色去混合眼線 這個步驟其實很重要 除了可以令眼線看得更溫柔之外 你之前如果眼線畫得不太漂亮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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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用Blaster Moon Palette裡面的橙色眼影膏 其實它是帶閃粉的 在我的皮膚上面 如果白痴痴會看到這種橙色 發寒妝是很漂亮的 可惜我的健康膚色 就不太能出色 不過它上面的閃粉 在眼上可以增加立體感 我自己很喜歡冰冰的 所以就會拍上眼的眼妝那裡 然後也是用Opera的My Lash Mascara 塗上眼睫毛和下眼睫毛 這支的Mascara真的我今年應該是最愛的 我想沒有其他Mascara可以贏到它了 腌織方面我用Blaster Moon Palette裡面的膏狀腌 它的顏色是一個非常漂亮非常粉嫩的珊瑚蜜桃色 本身我自己很少用胭脂膏 因為我覺得它會抹走我原本的底妝 但是這一款是完全沒有的 如果用手拍可能要多一點時間 但是因為我講時間的關係 我就用了美妝蛋去拍 其實這個胭脂膏我覺得最印象的地方 就是它的持久度 我在柬埔寨的時候 每一天35度 然後出去六七個小時 它不會溶 不會一塊塊 它會慢慢掉 但是不會去到沒有顏色 而且這個palette這麼小 我拿出去補妝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你補妝不會越補越噁心 而highlighter方面 我這次帶了的是Fenty Beauty的這個highlighter 我記得上年應該說過很多次 它是偏金一點點的顏色 所以很配搭我這種健康膚色 它是超級無敵光亮 你看到一掃上去好像有個打光燈打上去 是超級漂亮 而且很配搭民族衣服 以國風情的衣服 所以超級推介 來到唇妝方面 我就用Blast the Moon Palette裡面的 蕃茄紅瓦光唇膏 我沒有想過這些放在蕃茄裡面的唇膏 都是啞光的 而且它附送了唇素 是超級滑的 你看到其實我是爽脫皮 因為我沒有帶潤唇膏去減蠔寨 但是你塗上去 它不會幫你修補死皮 但是不會再顯出它的死皮 而且它的持久度是非常之好 我剛剛上完已經不會點脫 如果你說吃東西的話 它也是會脫的 但是如果你喝水或者吃點餅乾 是完全不需要補妝的 所以它的持久度真的超級沒有 你好 我已經夾頭戴了耳眼 換衣服回來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旅行 Get Ready With Me 我都覺得很詭異 看著我的嘴子一邊說話 但是完全是昇華不同 但沒辦法 我的相機壞了 我又不想浪費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妝容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3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